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发生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那一天 狐狸猫跟他的学伴小树蛙 一起去参观了智慧机器人的展览 在展览中 他们看到了非常多精密的机器人 他们不仅会跑步 会跟其他机器人说话 甚至不小心跌倒敲到头 还会发出哎哟的声音耶 发明这些机器人的博士 看到狐狸猫他们眼睛瞪得非常大的 在看这些机器人 便缓缓向他们两个人走来 然后对着狐狸猫跟小树蛙问说 年轻人 我是发明这些机器人的博士 你们好像对这些机器人很有兴趣啊 对啊 我们两个最喜欢这种高科技的东西了 那你们能够想像 为什么这些机器人 可以做出这些动作或是反应吗 我知道 一定是他们体内都有一台超级电脑 可以控制他们做任何动作 才没有这么简单耶 他们身上一定还有红外线感应器 或者是有很多动作 都是博士在后面遥控才能做到的 博士听完笑了笑 接着说 其实你们两个都有讲到一些正确的地方哦 如果把这些正确的地方拼凑在一起 就是机器人会运作的雏形了 机器人的内部的确都有一个超级电脑 也都有可以感应外在光线 跟动作变化的感测器 但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能够让机器人运作的 你们刚才是不是有看到 这些机器人在聊天啊 对啊 而且他们还越聊越起劲耶 那你们觉得 他们体内需要做到哪些事情 才能让他们完整的对话呢 狐狸猫跟小树蛙相识了一会儿 空气里只剩下一片安静 没关系的 这本来就不是件太简单的事 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们 他们到底是怎么完成对话的吧 首先我们会先帮这些机器人设定一个话题 有一位机器人先说一句话 像是你今天过得好吗 另一位机器人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体内的电子电路 会将这句话转换成讯号 然后一路往上传递到超级电脑 而超级电脑会从内建的对话库 开始搜寻配对 选出最适合回应对方的一句话 再将这句话转成电子讯号 然后重新由电路 传递到能够发出声音的喇叭 最后就能回答出一句对应的话啦 只要将这些步骤不断的循环 就会像是机器人们正在聊天喔 狐狸猫跟小树蛙听完以后感到非常的神奇 原来要让机器人完成对话 要经过这么多的步骤啊 这个时候博士接着说 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 其实我们的机器人原型就是参考人体去进行设计的喔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人体为什么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反应 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有相对比较发达的脑袋而已吗 其实啊要完成这么多的反应 是需要非常多的条件的喔 就像刚才提到的机器人们完成对话一样 人体内也有着十分明确的分工 如果我们跟别人聊天 首先会需要在耳朵内的感测器去接收到别人说话 再来通过传递讯息的线路 帮助我们把这句话传到我们的控制中心 这个控制中心也就是我们的大脑 大脑会选择最适当的话来回应对方 接着这个最适当的讯号 会再由线路传到我们人体的反应器 也就是表现动作的地方 在这里指的就是我们嘴巴的肌肉啦 虽然感觉是短短的一瞬间 但是我们的体内 其实是进行了一场快速的接力赛喔 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 其实啊机器人从接收刺激到完成反应 最基本需要四项的元素 就是感测器 传递讯息的线路 控制中心 反应器等等 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你们准备好进入全新的篇章学习了吗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